欢迎来到交涉现场 Asticphoto.hk的Q&A 这位用户就想问问我们三位主持人 在两部机之间如何选择 但反而他选择牺牲的那些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决定 本身他在Nikon Z8 和Sony A7R5之间做选择 但其实他手上都有不少机 首先富士那边就已经有部XH2S 看APS-C而拍片 或者高Y素的话 其实这部都是一个旗舰级的选择 他就想保持低 但他牺牲过一方就是Canon的R5C 可能对于拍片的距离来说 这一部就是未必一个最好的选择 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 好像Kolin那样就应该是Sony的长期用家 那我这些当然是Nikon的死忠 Joy也是Canon的用户来的 我敢说自己是死忠 但是某一部分的 就是APS-C的Canon呢 其实我是日常里面来说超过九成都是更新的 那刚刚就小市牛刀部R8 那其实就入门机的价钱就是有入门机的享受 现在问你这个R5C是不是就我们三位都是一致认同 放弃是应该的呢 是绝对认同的 因为他有选择啦 Z8和A7R5啦 但是去到Z8这一部 已经去到是不是近乎无敌的机 我不敢这么说 这一刻我觉得这部机基本上是无敌的了 那所以是无可能和其他任何一部机会比 除非Z9 那所以呢 不在浅的衡量里面呢 一定是Z8的 但是我呢 澄清一样东西 我是富士用家来的 我是富士fullframe相机的用家来的 忠实用家来的 不要小看他 那些这样的我马上拿过Leica出来 大家都知道的 你不用给了 没有人知道我是富士的 接着过来 我这里作为Nikon死忠呢 其实很客观 客观是Z8就是无敌的 那我作为一个使用了一段时间的用家 都算是第一批用家 那那个体验呢 唯一你说要抽情的就是 粒电呢 就真的跟之前差一点 就是说跟Z9 因为可能因为这部机是长路的关系 其实就比较吃电的 那但是如果你拿 Sony的A7R5 出来比较呢 其实真的 没得比较的 就是Sony A7R5 如果要跟Z8 就是你连车尾灯都看不到 我拿 其实Z8和A7R5 都是一部相对来说像素高的相机来的 但是呢 在出的时间和科技的层次 是完全两种的 首先要讲一讲呢 那部A7R5呢 它是高像素 大家都知道是合理的 而上面的质素呢 都一点都不差的 但是当它去到拍片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它是老一代的CMOS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拍片 它的read out time 实在太慢了 你拍一些轻微的Pen镜 其实都会出现一些 Gelo effect 整个平行四边形的拉扯 所以呢 其实如果你是有兴趣拍片的话 A7R5这部机 是绝对不可以consider的 但是Z8就完全不一样了 本身是一个stack的CMOS read out time 非常之快 就是无论你连拍也好 拍片也好 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就是如果你说要直接可以比较的话 应该是要拿A1出来 那就有得困一下 但是都应该是Z8正一点的 就是这一刻 因为Z8在很多功能上 都是比较全能 和全面地考虑到摄影师的操作习惯 基本上无论你是哪个类型的摄影师 他都有一些比较贴心的设计 是符合你的需要的 而这件事呢 就是SONY就不是一间 传统做相机的厂 所以这件事是一定输蝎给Nikon 只是Manu都已经赢你整条街了 所以我自己认为 就是SONY是还有很长的路 才可以追到Z8 但是Z8仍然是用SONY的Simon 所以是一家人 没什么好拗 那这两部一定是选Z8 大家都高像素 而Z8拍片的情况之下 都是相当之优秀的 再加上低光效果 其实都是会比A7R5优成的 说着用12800都是OK的 那这个是实际使用体验 那譬如你在室内拍摄影师 你推到10000 ISO 你可以用1000分一秒去拍摄影师 那你不会掉了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拍摄影师 你是怕凹凹的 你不是怕画面质素 image quality不好 那如果你要拍快的东西 A7R5是不能快的 就是它很难可以在千军一法之際 就跟你咬住你想拍的物件 那说着好像Z8那样 那我个人的使用体验告诉我 就是如果你拍一些很general的东西 你可以决定整个画面 由得它AI自己计算 那但是如果你想focus回 在中间的 你可以选一个中间的框 就框转 只要那些东西进到中间 就focus 而那个反应呢 是比人的大脑反应 我认为 好像我刚刚 我的小女儿呢 就毕业来 那你想想 一帮人好像唱圣诗那样 在台上 几百人 你如果开尽过光圈 你要它一个人sharp 其他要蒙了 那你想想 众类尋他那种拍摄手法呢 你是用点对招 你有没有想过 用模反之后 有多久没有用点对招呢 真是好笑的嘛 你是单反 点对招去再构图 但是在Z8里面呢 你那一点呢 你真的指哪里 就中哪里 而且你指 那个人 可能在画面上 佔的比例很小 你指到它呢 它就咬着眼睛了 那这件事呢 我相信呢 Sony暂时 未有一部机 可以匹敌的 那实在太厉害了 唯一就是 因为它一直在揍 所以呢 好吃的电 一个四个程度的event 其实最保守 你要预復2粒电 才够的 那这件事呢 就是 在这里提醒 所以第一批 MICON 都是送多一粒电给你的 可能他早就知道 这个Monts 是鎟不了那些镜头 还有一个我想提醒一下大家 那虽然这件事呢 即是不是官方推薦大家會用這個ETZ adaptor 但是如果說貪心的你 就是Nikon的Z mount 是現今最新的的話 你可以支援最多鏡頭的平台 因為只要有這個ETZ mount 你就可以全部的Sony mount的鏡頭都可以用 但是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說剛剛7月3號就出了一個新的V3.2版本的Firmware 我就強烈建議大家千萬不要更新 因為如果你是用所有都是Sony的D master鏡頭的話 其實就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是用騰龍那幾支性價比很高的2.8 zoom鏡的話 我也收到一些觀眾就說這個V3.2的Firmware 就沒有支援騰龍的好幾支鏡 所以現在你新買這個Mount回來的時候 其實全部都是V2.13 就不要上去這個3.2柱了 即使它講到說它比起 Z8.19有更加好的更加特別 但是就不包括第三廠例如騰龍 乖乖乖的買回一支副廠的暗龍 原廠 又說錯 乖乖的買回一支原廠的暗龍 7180都很夠用 還可以用到1.4X 好了 大家一輪爭辯之後 可能我預計到一個將來 嗯 我看到 有可能 未必是你的 可能很多人買完一部Z8之後 基本上手上很多比較快的相機 都一一可以放低 那可能取而代之的就是家豪所說的 你會買多一顆或者兩顆的電 那就可以代替了整個富士系統 這個粗略估計而已 因為有很多東西Z8都是代替到的 就是鏡身重量啦 就是工作模式底下啦 鏡頭重量啦 體積啦 唯一取替不到可能就是1秒40格啦 接著可能你又喜歡選照啦 那取替不到的這件事情 就或者可能你會換一部中幅的富士 就會有少少的效果不同 就是可能一些中幅啊 底片大些呢 理論上那個透視感會有少少不同的效果 在影一個人的身上啦 就是環境啊 風景啊 不會太大分別的 影人會有幾大分別的 這些小小的兩個點呢 我是預視到的而已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其他的意見呢 我就覺得你叫別人上這個GFX呢 是一個都挺不負責任的行為來的 首先它所有的富士的行為少的喔 那全部都用不了的 那即是怎樣呢 你要別人放了滅門 那雖則這樣說 即是Z8是鏡子 那富士又不是說沒有保留的理由的喔 即是說富士賣的那樣東西呢 是情懷啦 操控感啦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那個菲林模擬嘛 那雖然我們玩這三樣東西 就不一定要用一部快機的 那所以我會建議呢 它的鏡子就保留了 因為富士的鏡頭呢 其實是很划算的 那X-H2S呢 我就建議它換掉了 那可以考慮一下X-E4 那就玩一部輕輕一點的機身啦 又或者如果想Pro一點點的 都是保留著自己 因為你用Z8這些人 就X-Pro2啦 X-Pro3我就不建議了 因為經常都壞的 又或者再等多一會兒 應該很快呢 我們會看到X-Pro4的了 那所以呢 其實換一部X-Pro4有好處的 就是整個體驗會開心很多 因為Z8呢 我講一點點啦 就是我借了給我老婆 按兩下 她一直說都沒有的 都沒有的 我說你不要再按了 你不要再按了 你按了很多張的 她說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這件事就是 攝影帶給我們的樂趣 不是只是講Performance的嘛 都要講Feel的嘛 整部Z8最大的幣端呢 除了電差一點之外呢 就真的沒有什麼Feel 最後一件事 我就用回我計價專員的心態去想 富士的鏡子呢 你便宜買便宜用的 但是這部X-H2S呢 我都很肯定你買的時候 一點都不便宜 但是現在放出去 就扔心扔到七彩 所以這部機呢 放不放呢 就見仁見智 但是呢 什麼時候是應該你放的時候呢 就是當 剛才江浩說的X-E4那部呢 我自己親身用過呢 你是完全會生氣的 因為是完全不夠制給你去控制這部機 那麼江浩說了一部X-Pro3 你只有一個生氣的啦 突然間拍照 你的LCD screen又壞了 你要弄的時候 又不知道弄多久 弄回來之後可能又壞 所以一心等啦 X-T5呢 是一個挺好的選擇的 那是會推出到 接下來如果出X-E5 或者X-Pro4的話呢 那應該是一部挺穩定 和挺值得買的機 那所以呢 X-H2S放不放呢 其實你就會扔心的了 但是反正都放了 不如等它出新機才放吧 你就可以玩多一會兒 那你現在不用起碼有鏡放在那裡 那你又沒有機用啦 那Joy 我還有一件事呢 想提一提 其實APX-C呢 是有它存在的價值的 那是什麼呢 首先就是有很多 很便宜的鏡頭選擇 那副廠鏡呢 都有不同的喔 例如我們交涉現場 剛剛找阿Amy介紹過那支 Altra Lab 60mm 2.8光圈 2X Marco 那雖然呢 它就標榜是一支 Full Frame的鏡頭 但是其實呢 你在APX-C的C網上面呢 它有更大更近的效果 那這樣東西 Z8沒有感覺的嘛 是不是 還有呢 它會變軟一點 你有位下燈 那這些呢 就是APX-C才能做到的東西了 另外呢 就是APX-C 加上富士這個品牌 最能給大家的呢 就是換味了 那試想一下 幾百元就有玩味了 幾百元你就可以好好享受 魚眼帶給你的樂趣 那這些東西 你放在Z8那裡 你要有魚眼的樂趣 真是沒有三五千元下不了了 是不是 現在八百八十元就可以下樓 再有這支 嚴貴的 還有五百元都不用的 十mm 五點六光圈 光圈都不用教 行定五點六 去到哪裡 拍到哪裡 這個東西我想說 因為呢 我之前都說過 魚眼鏡呢 我第一次玩呢 是玩蘇聯 就是俄羅斯那些 喂 真的都很貴 都要二千元的 當年 一千五百元的 同樣 等值 成本之後十兩 跟那支 魚眼鏡一樣 喂 又細枝又便宜 喂 真是很過分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的東西真是便宜得那麼緊 就是大家有機會 就是很悶的話 買來試試它 包你樂趣滿分 喂 最緊要你試完 你告訴我們聽 它值多少錢 其實我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雖然它是五百元 但是它絕對不是一支玩具鏡的質素 我們不是以前那些品牌 因為我們三個人都是有整職的 我們沒有賺什麼的 你想一下 賺盡你也是五百元 可以賺你多少 所以 你真的買來試試 絕對絕對有驚喜 告訴你 埋單了